哈喽大家我是李杰 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我的脚 我的脚其实有一个病叫做 附身周状骨症后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但是蛮多人会简称它是 扁平竹症的 那如果刚好你有这样疾病 或者是你身边朋友有这样疾病的话 欢迎你可以继续看下去我的 康复然后还有保养的心路历程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疾病的话呢 当然很恭喜你 不过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我的话 欢迎你来听听我脚的故事这样 那什么是附身周状骨症后群呢 这个东西呢很简单来讲 就是在你的足弓的上方 然后在你的脚踝的下方 如果有一块凸起的骨头的话呢 那八九步离石就是附身周状骨症后群 那这块骨头呢算是多余的骨头 然后它附着在你的肌腱上面 足底的肌腱上面 那就是因为这块骨头呢 它会影响你的足弓 那你的足弓就会看起来没有那么凹 所以人家才会说这是一个扁平竹的症 嗯那没有那么凹的话呢 你的脚底板就没有像一般人一样这么的健康 那有些人呢确实可以跟这个疾病共生共存 一直到一辈子都不会有疼痛或者是发炎的状况产生 但是这个东西呢只要你不小心受到外力的撞击 或者是你有反复的压力去对待你的脚底板的话呢 很容易会让你的脚底板产生发炎的反应 那只要这东西一发炎起来呢 它的疼痛是让你相当 相当难以去接受的 就是它会反复的疼痛 然后反复的发炎 然后也会很难很难去根治的 那这个病呢要讲 要讲到我小时候的时候 其实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就已经被诊断出来我有这个疾病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 欸为什么脚跟同学的脚长得不一样 然后我就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 欸你现在还在长大的阶段 那你可以垫足弓垫 然后减缓你的症状 那那时候我就 没有想说这件事有多么严重啊 我就大概垫了一年之后 我就把足弓垫丢啦 我就想说 好我要来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这个病呢没有要饶过我的意思 就在17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来到泰国曼谷了 那那时候我在上班的路上呢 因为曼谷的路不平嘛 所以我前面有一个障碍物 然后我就想说 好那我就微微跳跃过去好了 但没想到对面的磁砖是被挖掉的 那我的脚底板就直接撞击在上面的一个石块上面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石块就这么不偏不倚 这么精准的刚好撞击在 我的那块附身骨 然后还有竹底板中间连接的那块肌腱上面就这样 砰 撞在上面 当下真的是我人生最痛的时刻 就是在那个瞬间 撞完之后我真的以为我的骨头是裂掉还是怎么样 因为过没多久之后我的脚底板 我的脚踝什么就开始肿起来了 然后就肿到是我没有办法穿鞋子的那样肿 然后我就马上去看医生嘛 然后我去医院的时候是被人家推轮椅进去的 因为我已经完全不能够走路了 我连脚底板轻轻碰到地面我都觉得剧痛 然后呢医生就马上帮我诊断出来 我是附身周撞骨症后犬 然后又遭受到外力的撞击 然后就开始产生发炎的反应了这样子 那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多 我就觉得可能就跟扭到脚一样吧 可能一个月最多一个月就会好起来了吧 但没有 这个病呢整整纠缠了我一年多 那那时候呢医生就开给我一张病假单 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病至少要休息七天 那我觉得医生真的还蛮明智的 因为真的在七天内 我连洗澡都有困难你知道吗 我要坐着洗澡 就是连脚底板碰到地面 我都觉得巨痛 那种痛是痛到你脑门 痛到你心里面的那种痛 那后续呢我就尝试了吃药嘛 那吃药吃到一阵子之后呢 我的脚当然就是不肿了嘛 不肿之后呢 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的脚的耐走度没有了 我只要大概走15分钟的时候呢 我的脚底板就会开始巨痛 那种痛就很像你在被酷刑的那种感觉 你每走一步路好像都有人就是用用什么东西就这样揍你的脚底板 就那个痛是真的是痛到你头都会痛的那种痛 就等于说你每走一步路都是煎熬都是疼痛 那那个时候呢有时候我真的还蛮逞强的 因为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好像掰咖的感觉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硬撑 然后假装我没有疼痛 那其实我每一步路都在忍痛 那痛到那个时候呢 有一些朋友比较跟我亲近的亲朋好友 他就会跟我讲说 要不然你要不要去埋根拐杖辅助你走路算了 因为你这样真的是根本就没办法走路啊 你走15分钟你就开始痛了 说真的你去哪里真的也很不方便 那痛到最后呢 我觉得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决定回台湾看医生 那回台湾看医生的时候 我也查了一间还蛮有名的骨科诊所 那那个医生就建议我说 我一定要垫足弓垫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请大家要记得 如果你有这疾病的话 一定要55克垫足弓垫 那再来呢 这医生就跟我讲说 你可以打针 就是打类固醇的针 抑制他发炎的反应 那个针真的是超级痛的 那个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痛 就是有种 很酸很麻的感觉 因为好像是打到神经肌肉里面 所以感觉会更加强烈 那打完这个针之后呢 我过没多久我就回来曼谷了嘛 回来曼谷大概过了半个月之后呢 我的疼痛又继续了 就跟没打针之前是一样的 那那个时候你知道 我真的是超级绝望的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点 忧郁的感觉 到现在我就觉得有点 难过难过的 就觉得 好像人生很没有希望 然后 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吗 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要 遭遇到这一切 然后为什么我要得这样的病 为什么我的脚好不了 那我未来的一些梦想 或者是 我的一些人生蓝图 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实现 就因为我脚的这个疾病了呢 这样 其实我觉得其他事情 我都还可以接受 但是对于健康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会 我会很难过 我会很伤心 我会很犹豫 而且 常常那个痛呢 会碰到你的脑门 然后让你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想法 很悲观的一个想法 所以就真的是有点 让我有点 真的是 犹豫的情况产生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跟自己讲说 好 我许一个愿望 如果我真的有朝一日 我真的能够康复的话呢 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 来告诉所有 有相同疾病的人 我的心路历程 那我想要 分享给大家 我想要让大家知道 他们没有那么无助 没有那么孤单 我也是其中 其中之一的 我希望给大家有一点陪伴 有一点慰藉 这样子 嗯 那我许完这个愿望之后呢 我就是 还是不间断的去 看医生 嗯 那很多医生 当然就是跟我讲说 你都已经尝试过吃药 尝试过打针了 那最坏最坏的 当然就是要 开刀了 但我真的不想要开刀 因为他跟我讲说 开刀之后呢 你的复原率大概是九成 那你还要忍受大概半年的恢复期 那这半年 你可能就是要 掰它 或者是撑着拐杖走路 我真的 不想要 所以我就慢慢去看医生之后 有一个骨科医生 他就跟我讲说 好 既然你不想要开刀的话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们医院的超音波加物理治疗 然后我就想说 好我当然要尝试啊 他就说好我开给你六次的超音波跟物理治疗的疗程 如果你康复了的话呢 你就可以不用开刀 那大家也知道曼谷的医疗很贵 那我还是硬着头皮 我说好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做完这六次的物理治疗 超音波物理治疗这样子 那做完第一次的超音波物理治疗之后 我终于感觉到 我的脚不再是被疼痛绑架的脚 我终于感觉到我的脚 是我的脚了 你知道吗 我终于可以 好好走路了 那种感觉 真的超级开心的 你会觉得 开心到你不敢跟任何人讲 因为你会觉得 很怕你一讲了之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疼痛又会回来找你 那怎么办 嗯 所以呢 那时候我真的是 很开心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坚持 然后做完这六次的疗程之后 真的太开心了 我的脚 就真的 康复了 做完这六次的疗程之后 我的脚真的是正式的康复了 那我也就 依照我对自己许的这个愿望 我也是依照约定 在18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跟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 那也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呢 引起很多同样有这样疾病人的回向 然后一直到20年还是有很多人来问我关于脚的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拍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状况 那我现在的状况确实是恢复的越来越好了 那我也不打算开刀 我希望继续维持我的脚底板这个平衡 那我也想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已经康复了的话呢 后续的保养真的相当的重要 或者是你还没有疼痛 但你已经知道你有这个疾病的话呢 请你从现在开始就好好的照顾你的脚 不要像我一样要忍受这么多的疼痛 真的会让你觉得很崩溃 那我觉得最主要照顾你的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一定要穿好的鞋子 你不能再穿什么漂亮的鞋子 你要穿是真的舒服的鞋子 什么底过硬啊还是很薄啊 或者是很重的鞋子都不要穿 然后炫头太窄的鞋子也不要穿 请尽量穿一些真的会让你脚底板比较舒服的鞋子 而且记得一定要垫足弓垫 不要忘记这件事 真的一定要垫足弓垫 就算你在家里的时候呢 请你去买一双有足弓垫的拖鞋 这样才能够保养你的脚 就算我现在我也是依旧是会穿拖鞋在家里的 而且有时候出去外面如果我是要 需要赤脚踩在大理石的地面的话呢 我其实也是走 走一阵子之后我就会感觉到我的脚开始刺痛刺痛 就是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会会出现这样 所以大家请一定要避免赤脚踩在路面上 就算要赤脚 请一定要穿有足弓垫的拖鞋 然后有足弓垫的鞋子 这件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再来呢就是运动 其实我康复之后 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运动的人 那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康复了之后呢 但是你再也不能够跑 不能够跳了 当然我也必须要放弃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 泰拳 因为泰拳有很多动作是需要 踢的 就是要暴力撞击你的脚底板 那这个运动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了 但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职业运动选手的话呢 那你可能真的需要考虑去开刀 这样才可以继续你的职业生涯 要不然你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因为这个疼痛 这个足底的疼痛就会中断这样子 但我不是职业选手嘛 所以我可以放弃这些运动 换来我的脚不再继续疼痛 所以呢之后我就只做重训 那我发现重训真的有帮助到我的足底 因为呢我发现我现在的肌肉量 确实是比那时候我受伤时候的肌肉量 还要多那肌肉量多的时候呢 你走路的时候你身体的其他的肌肉 就可以帮忙你分担走路的一些压力 所以你的足底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适时的运动 然后增加你的肌肉量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那再来呢就是物理治疗师 常常帮我做的就是拉筋 他会特别去帮我拉我足底的筋 还有我下半身的筋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家里拉筋 就是把你的足底靠在墙面上 然后这样伸展你足底的筋 那你的足底的筋比较软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修复啊 我们的抗压 我们的足底天然的避震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大家务必要记得要不断的拉筋 全身的筋都要拉这样子 再来呢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物理治疗师告诉我的就是 请你尽量不要变胖 就算是像我现在的身形呢物理治疗师当初还是有建议我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最好再瘦一点 嗯所以呢有这个疾病的话呢需要维持一个比较轻盈苗条的一个体态 那再来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动作 有一个动作是物理治疗师在帮我做治疗的时候 会请我做的一个动作 就是你把你的毛巾啊放在地上 然后你就坐着 然后用脚去把你的毛巾这样夹起来 这样捡起来 那也可以训练你足底的筋膜比较强壮 嗯那如果你是刚开始要复健的话 我觉得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可以帮助我们 去治疗我们的发炎的反应 那如果你已经康复到一段时间的话呢 我自己呢是有遇到一个健身教练 那他建议我一个比较进阶训练我们足底筋膜的一个知识 就是你单脚 单脚站在地面 然后用单手去触摸地面 这个方式呢是比较强效的去训练你的足底的筋膜 那当然也是要等你们康复到一定的阶段 你再去做这样的动作 这个动作呢做的时候请记得脚不要落地 然后慢慢做找到你的那个平衡 然后尽量让你的足弓有 有一点用力缩紧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是做简短版的 所以我左右各做五下而已 但是一般来讲应该是要左右各做大约 十下以上这样 但是还是看你们身体的状况啦 那如果你身体状况再更好一点的话呢 也可以负重就是拿着一个重物在手上这样做 就是更加进阶版的了 如果你是刚康复或者是在物理治疗的阶段呢 就是尽量尝试就是把毛巾放在地面 然后用脚去把那个毛巾捡起来的 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那这个比较进阶的动作就要留在你真的 康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做 我觉得比较好 那如果你有一些突发状况 就是你不小心太过于操劳你的脚 像我有时候呢 就不小心在跑步机上走 走太久了 那我就觉得啊 我的脚好像有一点点发炎的反应了呢 那请你们就要赶快去冰敷 当天晚上马上去冰敷 不要拖到什么明天早上还是什么后天不要 拜托你马上当下就去冰敷 然后冰敷完就去休息 隔天早上你就会觉得你的发炎的反应 减缓非常多 那我以前呢是有尝试过什么热敷啊 然后什么红外线照射 对我来讲都是反效果 反而会让我隔天的发炎反应更严重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冰敷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冰敷 嗯 那以上呢就是我真实的经验 然后也是我的血泪史 希望能够给你们有一点点的帮助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听从你们医生的建议 那我的这些经验呢就是可以给你们一些参考 然后让你们少走一些冤枉路 嗯 那我也希望大家要对这个疾病有信心 有耐心 然后尽量保持一些乐观的心情 嗯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可以顺利的康复 那我也希望跟大家说你们并不孤单 我也曾经是这样一路过来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由我给你们有一点点的勇气 让你们知道是真的可以康复的 是真的可以不痛了 这样子 嗯 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一个很正面的态度 继续努力去抗争这个疾病 好 那加油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然后开启小铃铛 然后追踪我的IG啦 那我们就下次见 Bye Bye